哎呀 快看看这是啥 这正是咱们前两天刚刚吃过这个深海鱼头 正常这玩意就涨二斤左右 像咱们这个五六斤的属实少见 所以今天必须拿着真本事 用咱们眼前这些食材 必须来点狠花 这个鱼头的细节就不给你们展示了 反正它一个眼睛长在了天脸盖上 另一只眼睛长在了腮帮子上 来吧 咱们先来处理鱼头 把鱼腮给它去掉 再把这牙齿给它卸掉 这玩意是腥味的来源 用钢丝球 把这个鱼头里里歪歪这个黑膜 给它好好蹭一蹭 清理干净的鱼头 咱们冲到门上给它分开 注意啊 下半壳别给分开啊 用它连着 OK 多来点大块葱姜 来点高度白酒或者料酒 胡椒粉必须多来点 少来点生抽 少来点盐 这回再把所有的调料都给它抹匀 腌制20分钟 这个时候咱也别咸着 准备点五花肉给它打碎 这打点蒜蓉 不用打得太细 再来一颗洋葱 也给它打碎 买回来的剁椒 用自来水多冲洗两遍 因为这个剁椒比较咸 咱们用清水给它冲洗一下 以后再去蒸鱼头 蒸出来的特别香 还有刚刚咱们打好的蒜蓉 也用清水给它冲洗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蒜蓉的稀辣味 而且可以使咱们的蒜蓉炒出来 不容易发苦 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炒剁椒酱 我这个剁椒酱跟别人可不一样啊 学会了你蒸任何鱼头 都比别人的好吃 锅里来点油 放入五花肉 这个五花肉的用量 根据个人喜好来决定 想吃香的你就多放点 觉得太油腻的 那咱就少放点 边炒五花肉的时候 加点料酒 这个五花肉一定要多边炒一会儿 把它里边的油脂给它炒出来 当咱们能够明显的闻到 这个猪油渣的香味的时候 这个时候来点豆豉 豆豉下锅扒了两下 加入蒜蓉 蒜蓉下锅以后 咱们稍微给它炒一下 一定要把蒜蓉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蒜蓉香味炒出来以后 再放入剁辣椒 多翻炒两下 这个剁椒咱们一次可以多炒一点 炒好的剁椒给它放凉 然后装在罐子里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至少放一个月没问题 想吃剁椒娃娃菜 剁椒鱼桃 随时拿出来 随时就能整嘎嘎好吃 剁椒炒至香味以后 来上一点白糖提鲜 我这个量比较大 所以说白糖放的也多 再来上一勺花雕酒或者黄酒 一勺生抽 然后继续开大火 给它翻炒个两三分钟 让调料和这个泡椒的味道 充分的融合 然后再放入咱们的洋葱碎 再来点味精提鲜 再把那个洋葱碎 给它翻炒均匀 这个剁椒酱就做好了 就这个剁椒酱 你拿去蒸海鲜 蒸娃娃菜 蒸各种鱼头 那都是无敌的哇塞 这回学会了没 然后那个 这回整两个吧 那你把热死我了 啥也别说了 你就看我今天这鱼头 蒸这啥样就完事了 保证你嘎嘎不饮 腌好的鱼头 把它葱姜给它剪出去 那接下来咱们鱼皮朝上 炒好的剁椒铺在鱼头上 就这小剁椒酱炒的怎么样 你就看看吧 嘎嘎的 这蒸啥它不好吃啊 哎呀 就这剁椒酱真的太哇塞了 哎呀我去 上大锅 把鱼头放入锅中 扣上锅盖 等它上去以后 记得转成像我一样的小火 给它蒸30分钟 嘿嘿嘿 及时已到出锅 光闻这味都老香了 哎呀这小太大了 中间撒点香葱碎 再来点白芝麻 淋热油制作完成 来剁椒大鱼头 做好了 嘿嘿嘿 开造 嘿嘿说实话啊 这么大的鱼头 做剁椒鱼头 我也是第一次吃 真不到啥味啊 嘿嘿来吧 第一口粉丝先吃 你们吃完 我在吃 嘿嘿嘿 够辣 小味够用 这咸袋也够啊 我做的时候都没敢加盐 因为这个剁辣椒 还有这生抽都有咸味啊 够用了 看这咸袋肥如颤颤味味的 蘸点这小汤 哎呀 哦 哎呦这小肉 说实话这剁椒的比我上次做的好吃的 哎呀果然是挺有老卷炫吃饱饭的 香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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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哎呦我去 这大肉 啊 啊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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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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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深海鱼头果然好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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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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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 哎呦这块肉 喝 蘸点小辣油 哎呦我的妈 哦 哎呦 爽 别忘了啊